第一个主罚的麦卡勒姆 打门被中国的门将张彦如扑了出去 澳大利亚队的第一个点球没有进 中国队特意安排门将张彦如上来扑点球 他上来第一招就奏效了 澳大利亚队第一个主罚了是他们 在正场比赛当中 前场定位球的第一主罚人选14号麦卡勒姆 但是他没有踢进 我们看看麦卡勒姆选择了门将的右侧 但是他这个球踢了一个门将最喜欢的半高球 而且角度不是太刁 这是门将张彦如最喜欢的一种